承儿 你就这么信任男公家的月小姐吗 母后何出此言 我和月妹妹我们都信任彼此 母亲近日病了 不也是月妹妹调理汤药膳食 照顾得无微不至吗 唉 承儿 母后并非是不信任她 这月小姐乖巧 母后喜欢得很 可是本宫堂堂一国皇后 手中全力旁落贵妃之手 你堂堂敌皇子 却落得这样一个残废的近况 放眼看去 本宫的宫里和你这宫里的待遇 都不如从前了 你这一双腿 实在是令母后心痛至极 当时皇家猎场中 这分明是有人布局算计 母后求了你父皇让月小姐去查 可是后来 本宫明明觉得已经查出了东西来 可月小姐却跟皇上那边上报说 没查到什么 承儿 你说天命凤凰 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未来是太子的人 所以才不肯跟皇上说 查到证据了呢 母后多虑 月妹妹不是为自己保留什么 她是为了儿臣 母后竟然问起 儿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儿子先问母后一句话 承儿 你问便是 母后 天玺虽未定太子妃和未来皇后 但这个位置是月妹妹的美跑了 对吧 对 你父皇已经十分确定地跟本宫说过了 那太子呢 未来登基为王的皇帝呢 父皇可保证过 即便是父皇保证过 只能确定六哥就一定能走到那一步 承儿 这话 这话是月妹妹在儿臣绝望地恨不得去死的时候 问儿臣的 母后 儿子未必将来就不能成为太子 成为帝王 而月妹妹从时至终 可都是站在我这边的 可是 承儿你的腿 承哥哥的腿 叶儿必定治好 必定让承哥哥恢复如初 不会有半点损伤 这可是骨碎 你确定还能治好到完好无损的样子 是的 已经好了很多了 不出三年 必定恢复如初 月儿 本宫感激你 你为我们母子所做的一切 本宫牢记于心 只要承儿还能站起来 无论将来她能否走到那个位置 本宫必然一生一世赶怀你 本宫发誓 她是你若为贺连君卿的皇后 本宫和承儿愿为你效劳 令承儿为你逐鹿天下 拱手奉上 众心无二 你说能和承儿携手走上帝后职位 本宫必不会拖你们后腿 他日婆媳相处 必不会有一分一毫 令你为难